OK 各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相关的考题吧 好 我们先看第一题 一个一星期很简单又热身 好 有48本书分给两组小朋友 以至第二组比第一组多5人 如果把书全部分给第一组 那么每人4本发现会有剩余 剩几本不知道 但肯定会有多的 每人分5本会发现书不够分 如果把书全部分给第二组 那么每组每人3本会发现有剩余 但如果每人4本发现书也不够了 那么现在请问第二组到底应该有多少人呢 好 那么对于这要题来讲 怎么利用跟我们的这个除法余数来这个进行解决呢 其实咱们知道余数是怎么产生的 那自然是做了除法运算之后得来的 对吧 没有除开 对吧 那自然要有余数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除法 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这个题目 那我们现在并不知道第一组多少人 但我知道的是这48本书分给第一组 发现每人分4本呢会怎么样呢 会有剩余 每人分4本会并有剩余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能够知道 至少我能够知道 就是我的这个第一组的人数 应该会满足一些什么的要求 比如说它在比哪些比几个人多 或者是得需要比几个人少 也就是利用题目的条件叙述 我不可能直接算出第一组第二组有多少人 但是我可以能够确定第一组和第二组的人数的取值范围 那么48本书如果都分给了第一组每人4本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发现48除以4 恰好有12 也就是说如果第一组有12个人的话 那么每人分4本是恰好可以把这48本书给分完的 但是现在题目说的很清楚 这怎么样啊 这48本书分下去每人4本是有剩余的 那自然我们就知道第一组的人数肯定要小于12人 对吧 如果你要是比12人还多的话 那每人分4本肯定就不够了 对吧 那么12本12个人的话恰好每人4本正好分完 那只有小于12人才能保证每人4本会有剩余 接下来一样的道理 如果每人5本发现书不够 那么我们用48除以5 这个算完的结果是9.6 那么由这个我们自然也能够知道 那么对应到我们的这个第一组的人数也不能太少 对吧 你一个人两个人每人分5本 那肯定够了 那么如果能够恰好每人分5本需要9.6个人 好吧 当然也不可能出现0.6个人 但是我们能知道 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一组的人数啊 应该要大于9.6 第一组的人数应该要大于9.6 那么大于9.6 小于12 人肯定有点是个整个的 对吧 所以人数肯定是个自然数 那自然满足要求的就只有10人 11人 只有10人或者是11人了 好 那接下来一样的道理 如果把书全部分给第二组 那么用48除以3等于16 可以知道人数要小于16人 那么每人分4本 那48除以4 那么对应的是12 所以人数应该要大于12人 那在这个范围内的就是13 14 还有15 那接下来第一组和第二组 到底取哪个人数呢 自然还有第一个条件 第二组比第一组多了5个人 那一比较 自然只有10跟15 差的是5 所以第一组有10个人 而第二组就有15个人了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除法算式 其实就可以轻松的搞定这道题目了 好 我们看看解析过程 由48除以4和48除以5 可以知道一组应该是10或11人 那么同理由48除以3和48除以4 可以得到二组应该是13 14或15人 因为二组比一组多5人 所以第二组只能是15人 第一组只能是10人了